沦为生育工具的女人有多惨 每天的任务就是不断挑选男人士气 自从女将军唯一的女儿过世后 为了尽快让她诞下子嗣 大鳄总管阿佐和将军的父亲贵昌苑 进入了疯狂的军备竞赛 双方直接挑选好各自阵营的男人 然后让他们进行肉搏战 之后选出身体最强悍的中马 为将军士气 这个彪悍的男人终于脱颖而出 获得了珍贵的事情机会 然而他却是个外强中干的耸祸 还没事情就浑身发抖虚汗直冒 关键时刻竟然掉链子 还好阿佐及时叫住了他 男人立马跪下来说自己难当众人 阿佐自体将他的头抬起来 然后拿出随身携带的胭脂红 在男人的眼角上轻轻一瞄 鼓励他一定要做个猛男 一定要猛不要怂 随后还耐心指导他 在事情之时 要称赞将军长得美若天仙 然而这个肌肉猛男 心理素质明显不够强 关键时刻抖得厉害 且说话也吞吞吐吐 好在将军看中的是 他强悍的身体素质 随后就温柔地拿走了 他辛苦保存了20年的楚男之身 而此后女将军便进入了 疯狂的选美阶段 每天就是不断点名男人事情 而阿佐和老和尚的战争 也彻底进入了白肉化阶段 各自精心培养新的种马取悦将军 阿佐与老和尚倒是完疯了 然而长此以往光是庆典和服饰 就消耗了庞大的费用 然而将军的肚子依旧不见动静 这时贵昌苑终于忍不住了 他去拜见了得到高僧龙光大师 大师在他还是阿万大人的仆从时 就准确预言了 他会成为未来将军之父 因此贵昌苑对于大师的话深信不疑 大师本来不想沾染世俗之事 怎奈对方给的银子实在太多了 还答应为他建造一间更大的寺鸟 大师见他信佛之心如此虔诚 随后便问他年轻时是否杀过生 贵昌苑只是疑惑了片刻 随后瞬间明白了过来 原来当年他还是仆人御荣时 为了帮助阿万大人在大傲生存下来 他曾经狠心杀害了 三代将军最喜欢的小猫 然后嫁祸给和阿万大人作对的男宠 导致那个男宠最终切腹自尽 现在报应到了女儿身上来了 而现在唯一的弥补方法就是 根据女将军虚年出生的八字推算 让全国老百姓善待全类 老和尚迅速向女儿阐明了真相 还有怀孕的可能 女将军虽然觉得不可思议 但为了自小最疼爱自己的父亲 他也只能在全国范围内 颁布生类怜悯令 说明虐杀犬类是死罪 一个人的过错却要天下人承担 实在是荒谬至极 而老百姓也人心惶惶 纷纷给犬大人让路 连狗吃的东西都比人好 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狗狗无比猖狂 到处破坏土地甚至啃食活人 更离谱的是一个女官仅仅因为 拍死一只苍蝇就被罢关了 此事惹得其他女官怨声在道 说将军大人生不出孩子 把未来继承人的位置 让给侄女刚锋大人不就好了 老和尚坚决不同意此事 因为刚锋乃是可恨的阿夏之孙 当年在大傲时 阿夏就非常看不起出生低微的他 贵昌怨自然不会允许他的孙女上位 依旧强迫着女儿继续宠性男宠 然而这也让女将军更加压抑 他每日只能找阿元倾诉 唯有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他才感觉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将军 否则和烟花柳巷里的女人并无区别 这晚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 女将军却注意到了角落里 两个给里给气的妃子 看这个神情和动作真是闷烧至极 将军随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个女将军只因生不出孩子 导致心里彻底扭曲 竟然让两个真心相爱的男人 做出难以启齿的行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老和尚为了让女将军怀孕 让女儿过上了荒淫无度的生活 这晚特意挑来一百个美男子 让他们跳起火辣劲爆的赤薄舞 当无数的男性荷尔蒙 展现在女将军面前时 她却注意到了角落两个给里给气 相互交缠妈撒 眼神拉丝的男人 这个闷烧劲正合自己的胃口 当即宣布让这两人事情 而郑夫人听闻了将军举动后 不由地骂骂咧咧道 原本大家已经对御请房内 双龙戏猪的游戏习以为常 但没想到女将军 竟然让两位男子跪到自己面前 下达了一个在这个封建社会 无法被接受的命令 这话连外面负责监听的老司机阿佐 都觉得将军似乎玩过了吧 这时男人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说他们作为将军的妃子 产生私情的确罪该万死 但他们二人是真心相爱的 可是将军的命令 自己和爱人实在无法接受 还请将军收回成命 然而这更加激起了将军的变态欲望 随后就不顾二人的屈辱和难受 命令两人现在就开始战斗 一对情侣只能痛苦地看向彼此 面对将军的咄咄逼人 戴月头突然做了一个绝望的举动 只见他迅速跑到床塔旁边 拔出将军的佩刀 随后就要切副自尽 这时阿佐及时制止了他的行为 嘴上责罚他 竟敢用自己的血电污将军的刀 实际上是打算救他一条命 随后阿佐命令两人赶紧退下 劫后余生的两人立马仓皇而逃 将军责怪阿佐打扰了自己的雅兴 而男人却直言不讳地教育起将军 说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任何人都不能反抗天子的命令 但这种权利应该用于治理国家 而不是用来玩弄侮辱年轻男子的 更不是用来颁布强迫老百姓 称狗为犬大人的政令的 但是谁又知道将军的悲哀呢 父亲贵昌怨畏了 让他专心生育子嗣 早就让他远离了朝堂政务 只是固执地找来不同的男子为他事情 这是老和尚最后的希望 这时阿万突然认真地劝解道 将军不敢想象这个男人 竟然会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除了父亲没有人真心疼爱过自己 他怎么可能忍心 让即将入土的老父亲失望呢 然而阿万却说这不是 他侮辱年轻男子的理由 女将军本以为这个男人能懂自己 没想到他仍在怪罪自己刚刚的行为 随后女人生气地掐向男人的脖子 把他粗暴地摁到了榻上 大声咆哮道 自己让他们二人欢好和挫折友 天底下有谁能比自己更可悲呢 谁受到的侮辱能比他更多呢 这时将军想起了不久前夭折的女儿 不经泪如雨下 阿佐此时终于明白将军的处境 名义上他是高高在上的将军 实际上和烟花柳巷里的娼妓 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正思考着如何安慰 面前哭成泪人的将军时 女将军却开口请求他 你曾经说过失去天命的君主 就算被讨伐也无可厚非 随后他就想拔出 男人身上的胚刀自我了断 却被他及时制止了 但他请求男人帮助他 也帮助因他而受苦的百姓得到解脱吧 看着闭眼等死的将军 阿佐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当初他又何尝不是被逼无奈 去给一个又一个女人提供肿苗呢 随后男人温柔地抱住将军 慢慢地让他躺到榻上 此刻女将军的心情终于平复了 正当他安静地躺着 准备好了和男人再干点什么事时 对方却为他盖好了被子 只是吩咐他好好歇息 随后便默默退下了 将军虽然略感失望 但心中的痛苦得到宣泄之后 终于能久违地睡一个好觉 就这样又过了十多年 将军依旧没有逃脱自己的命运 依旧在固执的父亲的安排下 日复一日地和不同的男人远房 肚子却一如既往地没有动静 而迎接他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成为日本地位崇高的女将军 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 女人已经四世好几了 父亲却还要让女人依旧生下孩子 等老和尚离开后 女人终于癫狂地笑了起来 自己已经绝经好几年了 早就垂垂老矣 老和尚却依旧坐着 女儿能诞下子嗣的美梦 然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宠信那些男人 此时贵昌苑已经老得快走不动 女将军和阿佐吉各位夫人们 也都已经是两病发白 此时再让将军去宠信 贵在玉琳琅两旁的美男们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牛吃嫩草了 而为了让不能再生育的将军怀上子嗣 多少年轻男子就这样被毁了一生 女将军在选中一个年轻男子之后 就要开始他老牛吃嫩草的罪恶了 没想到这次的美男却和往常的不一样 竟十分主动地抱向了将军 秦男自经之时 还紧紧抓住了将军的头发 正当女将军以为 这会是一个疯狂的夜晚时 对方竟一把将他拽到了身下 掏出一根钢针就准备刺杀将军 千钧一发之际 阿佐及时救驾 斩断了刺客的一只手 女将军在阿佐怀里感到惊恐不已 之后便开始审讯刺客 到底是谁指使他来刺杀自己的 但刺客此时仍然无比嚣张 大骂女将军就是 一只沉迷于男色的老狐妖 明明早已绝今无法生育 却还夜夜要求年轻男子侍寝 真是不知廉耻 为了供养他的后宫 百姓苦不堪言 阿佐见他如此羞辱将军 立刻派人赶紧把男人斩首了 女将军却想让刺客继续骂 男人又继续痛骂他为狗将军 曾经颁布的 身为怜悯令 不仅为野狗散尽钱财 更是苦害了无数百姓 他的未婚妻就是被野狗咬伤致死的 当初就是因为将军的残酷法令 光天化日之下 竟无一人敢伸手帮助 一个个眼睁睁地看着 他的未婚妻被野狗分食 现在效忠他的五家群臣乃至万民 无不诅咒他早点死去 假光将军和有功大人的江山 都要被他败光了 将军神情麻木看上去毫无波澜 但这些残酷的真相 却早已如同一把把利剪 穿透了他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而男人的话就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环顾四周 此时陪伴在他旁边的 只有阿佐一个人了 他问阿佐刚刚为什么要救他 无论是继承人还是江山社稷 他终是弄得一团糟 将来有何颜面去见 母亲和有功大人 心灰意冷的将军想让阿佐退下 男人却第一次拒绝了将军的命令 因为他怕女人想自我了断 阿佐安慰将军 子嗣和治理江山的联系不大 以后就废除暴政 一切从来就好了 他请求让将军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随后阿佐不顾女将军的反抗 用一种强硬的方式 让他真正体会到了身为女人的快乐 一夜过后 阿佐终于对躺在身旁的将军 深情表白 他第一次见到女将军时 就已经对他倾心不已了 但是他的骄傲无法忍受 自己只能成为他的侧使 我爱你 可你是高高在上的将军 而我只是个没落公家子弟 如果成为你的侧使 我不过是众人当中的一个 只有成为大傲总管 我才可以常常陪伴在你身边 哪怕只是一个看门的人 恋爱的极致是暗恋 所以阿佐选择 和当年的有公大人一样 默默陪伴了女将军15年 蹲在门口看刚及宠幸各个男人 而昨夜是他第一次 你不抱着延绵子嗣的目的 与一个女子同眠 将军听到阿佐的深情告白后 笑着躺进了他的怀中 历尽了几十年的悲哀 他终于得到了心中一直渴求的真爱 现在是时候为这份爱 为这天下做出一点改变了 随后女将军就召开了朝会 向幕府众臣们郑重宣布 将贾府重臣的千金 得川刚风正式收为养女 而今后他将继承自己的将军之位 这个决定令贵畅院瞬间暴怒 没想到这个女儿 有一天忠实选择了 反抗他这个恩仲如山的父亲 但女将军只是无情地让他认清事实 随后在老和尚一声声怒吼中 彻底与这个一直以爱之名 却不断伤害自己的父亲决裂 女将军独自跑过空无一人的玉林郎 他兴奋地张开双臂 朝服随风落下 宛如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 终于得到了自由了 终于可以把握 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侍从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阿佐 可对方却手撑着头 保持着思想者的姿态 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虽然女将军和阿佐的幸福 只存在了刹那便烟消云散 但他终是体会到了追逐了一生 那纯粹而洁白的爱恋 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继续